功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华语电影招牌之一 北美华语电影票房榜前十中有五部式功夫片 2017年成龙获得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 不仅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然而近些年来流量当道技术迭代 许多年轻人似乎对拳打脚踢的戏码不再感兴趣 各类特效也让真打真摔的功夫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作为参与缔造功夫电影光辉岁月的成龙 也在思考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武林江湖是否正在落下帷幕 其实现在网络上还经常能刷到一段 就是您谈到的和斯皮尔伯格的一段交流 当然你问他说你怎么把人啊恐龙啊山组合到一起 他说就是按完一个键再一个键 然后他说你是怎么从一个大厦飞到另一个大厦 你说就是三个词对吧 Action Action Jump Hospital 那现在这个这三个词过时了吗 过时了 你不能拿人命不当命 而且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也不需要那么去拼命 如果今天我要再跳 你就可以从这椅子就行了 椅子一板绿布景一板绿布景一板就是四十楼了 我就不用在路德丹那个大厦滑下来了 我可以划一个小板就卡通就可以了 因为你大歪销你根本看不清楚 你看美国的那种超级电影在这边也非常卖座 全世界卖座啊 那些演员做了吗 演完戏 一动 就卡通了 这个大厦飞过来飞过去 完了就卡 我看完之后又好看又刺激 动作 找替身演员替他们打 他就回特效 全特效 全卡通 现实生活是拍不出来的 其实影片当中我看你借女儿小宝的话也说 就是你的时代结束了 我不知道这是要表达 你真的是现在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吗 是结束了怕什么怕什么讲我6969年还不认脑不行 但是结束有结束的另外一个一个境界 我现在当然不会做以前的那种动作 但是我还会做69岁的动作 做我现在还能做的动作 我还会在电影表现出来 打到不能打的那一天 我相信80岁了 我还可以这样子打两下吧 虽然不能滚 对不对 我还可以 只要能动 我还会拍 你一讲我马上想到一个画面 比方说有一部戏 我到我89岁 88岁了 成龙演一个 抓个拐杖什么什么 一部戏 由头到尾就演一个戏 有个人就欺负我 欺负你 我突然间一发 啪就两下 观众一定会拍手 我只要两下他就会拍手 不能碰我的孙女儿 观众一定会拍手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只要我能动 我一定会这么 还会拍 也许岁月已经改变容颜 谁也逃不过彼此的双眼 你的脸贴着我的脸 原来思念 比泪水险 走了多远 每一次说我演动作 都会很怕很怕 会想很多事情 可能这是我最后一个镜头 也是我人生的最后一个镜头 拥有你们才是永远 而我做每一样事情出来 他们就知道 我真的是用心去做 只要我能动 只要我能动 我一定还会拍